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王如杰 朋友都会叫我贼 因为在念书的时候 会有台湾国语的同学 叫我如贼 如贼如贼的叫呢 就变成了贼 我从小就喜欢画画 从喜欢在课本上涂鸦的学生开始 一路画到大学美术系毕业 当过国中美术老师 入围过手绘部落格决选 生了一个爱画画的小男孩 目前正职是画画老师 还是不停地在画画 手绘和旅行是我的最爱 因此我出版过两本书 带一支笔去旅行 和手绘旅行的美好时光 分享用手绘来记录旅行点滴 很多朋友看过贼的手绘旅行日之后 第一个反应就是 哇!好厉害喔!好可爱喔!好漂亮喔! 接下来总会问 这个是在哪里画的 这个是在哪里画的 旅行的时候怎么会有时间画呢 贼常常在想 平面的书 若能有更多的说明与教学 一定能让读者 有更深入的体会与理解 所以贼将手绘旅行拍成影片 加入更多的示范与互动 从贼如何准备手绘 如何准备旅行 常取材的对象又有哪些 除了希望能够带给大家 更丰富的学习体验 也希望能够让大家用手绘 来完成自己的记录 如果你喜欢手绘 如果你喜爱旅行 如果你想要用不一样的方式 来记录旅行 如果你想要一边手绘 一边旅行 请跟着贼的影片 看看贼为何开始手绘 贼的手绘旅行日志本有哪些 贼又是用了什么工具 在什么时间画的呢 跟着贼的影片 搭飞机吃飞机餐 一起到德国买胡桃钱娃娃 一起到希腊寻找蓝鼎教堂 一起到意大利参观比萨斜塔 一起到日本买买符绳 转转扭蛋 搭京都市八市到京阁寺 想一想晚餐想吃日本料理 还是美式牛排 宵夜再来碗拉面吧 总共16个旅行手绘 贼会教大家 并且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示范 不论你有没有绘画基础 都能够轻轻松松 开开心心的 学到简单又实用的技巧 下一次出发前 请带上你的工具包 让画笔带我们 一起去旅行吧 我们下期见 同様 请开启 请开启 员 我们下期见